这个女孩我愿称之为赚钱天才女版巴菲特 小时候小美把家里吃剩的机制打包 假装成义卖卖出去净赚70% 长大后她又在学校门口卖为竞品 风险越大商机也就越大 掌握高中生的心态很快她就赚了不少钱 而她的好脑子也不止用在了赚钱上 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长青藤萌校 而昂贵的学费却成了她的问题 难道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不久后她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小镇上的居民都是狂热球迷 于是她站在球场外开始当起了黄牛 但她却有自己的伪装 假装朋友爽约不能去看比赛 然后把假票卖给球迷 就这样在一场又一场的精彩演出下 她赚钱赚到数不过来 眼看学费就要凑齐了 但她却被警察发现了 最终小美以贩卖假票的罪名 被判入狱40个月 就这样上大学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但她却没有就此伪迷 在监狱里她一样没闲着 买点小零食 赚点小钱 打发时间 直到这天 妈妈打电话来告诉她 官司败诉 让她背上了三万美金的债务 小美崩溃了 身困监狱又负债累累 这的确非常糟心 果不及然 出狱第一天 她就接到了催债公司的电话 而催债的人明显是个憨憨 急着要钱 告诉小美给她打个骨折 只要她还5000美元 小美一听不舒服了 这催债人 怎么这么不磕金职守呢 赶紧教教她打工人的道理 如何正确的催债 达到最高效益 汉汉听君一席话 受益匪浅 一高兴 把他们行业的内幕 都告诉了小美 原来 他们每成功追还一笔债务 就能获得10%的佣金 这样小美有了新的方向 小美找到老板 想要成为追债人 老板看了眼小美的细胳膊细腿 告诉她 追债是件体力活 但小美并没有放弃 她跟老板打赌 一个月后 她一定会成为这里的业绩冠军 到时候 所有的债务都会一笔勾销 老板答应了 她都要看看 这个弱女子能翻出个什么花来 这个女孩 靠着一台电话 就成为了追债冠军 看看她是怎么做的 首先打给了一个顽固子弟 让她还钱 她不听 小美翻开单的资料 告诉对方 你学校的紧急联系人 写的就是你妈妈吧 要不要我现在就告诉她 你借钱的事 顽固子弟立马端正态度 别别别 我现在就还钱 可我没钱还怎么办啊 小美又给她指了条名路 把学费用来还钱 然后再去申请助学贷款 就这样 小美用自己聪明的头脑 帮债务人想出解决办法 然后顺利拿到还款 还从老板那里学到一句话 债务永不消失 然后又把这话 原封不动的送给老奶奶 告诉她如果不还钱 那她的孙子 孙子的孙子 子孙万代 都会背负着债务 于是 快要入土的老太太 也还清了她的欠款 就这样 一笔又一笔 小美的业务能力显而易见 没过多久 她的业绩就飙升到了第一 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小美也信心满满 结果老板 却只给了她两千的基本工资 小美气疯了 真是吃了没钱 劳务合同的亏啊 一怒之下 小美不干了 学到了本事 她决定自立门户 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 一个月的时间 小美没少学习知识 从前老板那里了解到 全面有七千多万人 申付债务 总金额超过13万亿美元 而收债公司 会以一折的低债 从银行收购 他们处理不完的债务 后续如何操作 全品债务公司自己掌控 利息当然是他们的 这样的好事 小美怎么不心动呢 作为行动派 有了想法就要立马实施 首先给自己张了一批 得心应手的员工 大姐长相彪悍 但声音却十分甜美 能用甜美响音 击倒债务人 小哥头脑清晰 非常有经营头脑 还制定出了 当天还款打八折 还送精美小礼物的套餐活动 小美眼光毒辣 招到的人 都是行业里的佼佼者 很快她的债务公司 就干得风生水起 生意越做越大 为了赚得更多 小美加大了 供入债务的范围 但这也不可避免地 动了钱老板的奶酪 于是她的生意 开始变得不太安宁 这个女孩正在上厕所 突然 这是真狗血淋头了 而当小美赶回公司 这里也变得一片狼藉 她接到钱老板的电话 这一切都是她的报复 不仅如此 钱老板还收购了哥哥的债务 将她名下的酒吧 据为己有 小美被彻底激怒了 从此她与钱老板势不两立 这晚她穿着性感 找到与她暧昧许久的律师 设法支开她 用她办公室的电话 举报钱老板 就这样 钱老板抢来的债券 被一锅端了 小美与钱老板正式开战 这天 警察冲进家里带走了妈妈 还在家里 找出了她藏起来的现金 成了偷税漏税的证据 面对妈妈受到伤害 小美慌了 她答应妈妈 不再做危险的事 但这个仇 她不得不报 她拿着枪 冲进老板的窝点 老板堵定小美不敢开枪 没错 她的确不敢 但踢脚还是可以的 发泄了怒气 小美开始制定她的计划 这天 她放出消息 将所有追债公司的负责人聚集在一起 宣布她想要合作共赢的计划 这样继续斗争下去没有意义 赚钱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小美的激情演讲 让在场的人不惊心动 但老板却在牛头里发现了异常 正是小美偷偷安装了摄像头 她不再伪装 因为这时 警察早已搜查他们各自的窝点 这段视频也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 大功告成 但小美还有一件事没做 她来到律师办公室 用一把火点燃了五万多张债务 在这明亮的火光里 她的欲望也再次燃尽 然后再一次入狱 好在那堆燃烧的债务中 有不少是在场赔损员的 小美得意减少了一半的星期 出狱那天 为了庆祝她的重生 家人朋友们为她举办了派对 小美也准备洗心革面 不再做危险的事 哥哥也为了奖励她 给了她一碟现金 但看到钱的小美不淡定了 跑到洗手间深吸几口气 然后回到期间 有了她的新的打算 这一次她要去赚有钱人的钱了 这部2020年的最新喜剧片 糊涂蛋讲述了一个 不断搞钱的天才少女 把自己折腾了三次入狱的故事 说来她的命运也算坎坷 如果她生在一个条件 更好的家庭 能支付她上大学的费用 她就有可能真正的 实现她的人生价值 但她的坚持与勇气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那记住她下一个事业 一帆丰盛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